粉丝提问,如果每穿一件装备就会降低5%移速,游戏会怎样? 这里的装备指的是武器、背包、防弹衣、头盔 每装备一个就会降低5%移速,将会有三个改变 一,手枪和近战武器没人在减 在志气中,主武器能带两把,而且非常厉害 一般玩家也不想带手枪了 带也顶多是P18C、歇式和杀音 因为它们关键之后还能有点作用 近战武器也是顶多带平地锅 可现在每穿一件装备就降低5%移速 那么玩家肯定会选择两把主武器 手枪和近战武器肯定会被抛弃 二,决赛圈会扔大量装备 如果真的采取这个机制 到了决赛圈,玩家肯定会扔装备 背包肯定要扔掉 空间不够就只留少数的子弹、药品和投掷物 然后主武器就留一把近战用的 防弹衣和头盔肯定是不能丢的 这样能保证自己的移速是最快的 战斗力也不会被削减 三,更容易被淘汰 不管怎样选择装备 前中期你最起码都要装备 背包、防弹衣和头盔 武器要带两把 所以移速最低要减少25% 移速减少之后 最大的改变就是更容易挂了 不管是被敌人击杀还是跑毒 死亡的风险都会大大提高 所以这样改对玩家的体验很不好 小伙伴们,对此你们怎么看呢?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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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期见